欢迎来到滔滔不绝聊天室 我们一起聊一聊信念 聊一聊认知 聊一聊态度 我是郭老师 今天我非常高兴邀请到了 我亲爱的学生Jerry渝 大家对他可能都比较熟悉了 Jerry你好 你好郭老师 大家好 你自己跟大家再介绍一下吧 可以可以 大家好 我是Jerry渝 我今年呢有19岁了 我从小就开始学习足球 武术和表演 我刚才听到他跟着妈妈学的 反而表演不是跟着我学的 跟着妈妈学的 你叫我亲和你开 那我们知道Jerry渝 他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 是吗 大一 大一的学生 你现在在大学的学习过程当中 有些什么新的想法 新的变化 在哪个学校学 我是在Tiffin University 在俄亥和上大学 上了四个月 我好像听说 你上这个大学 是因为这个学校的 这个足球是比较top的 对的 是排名是第一 Jerry呢 他虽然是一个 大家比较熟悉的 温哥华的知名的演员 你看我跟他定的像成龙 像不像成龙 你看是大鼻子 很像成龙 对 大家也称他小小龙 但是呢 他最喜欢的还是足球 他也被其他的学校录取了 但是呢 这个俄亥俄州这个学校呢 是一个足球排名很高的学校 他还是为他的自己最喜欢的梦想 奔赴了俄亥俄州 那现在好像你因为 你的孝顺和你的另外一个理想 你又回到了温哥华 因为你知道妈妈一个人在这边带着你 也在这边蛮辛苦的 也需要人照顾 然后呢 这边有一个足球俱乐部 向你招手 是吗 那你为什么要回来 妈妈这一块我们就不用多讲了 那个 他非常的孝顺 很乖很乖的一个孩子 那你跟我讲讲你这个足球俱乐部 你为什么要过来 你看他今天穿的好像都是足球俱乐部的这个服装 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来做广告啊 对 我回来呢 是因为 他们这个足球队呢 都是天天都在练习 然后我也是想继续去发展 然后前两天呢 也是从巴小龙那回来 我们在巴小龙那在西班牙有一个足球的一个比赛 跟他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 都是来自南美洲 都是来巴西啊 阿根廷啊 然后法国呀 这些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来拆拆这个比赛 对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是我们聊的一种信念 那杰远他是酷爱足球 所以呢 他可以为了他的这个理想 为他的足球 暂时的停止学业 然后回来 用他的这个最佳的这种足球生涯的时间 来掳地的实现自己的梦想 他远赴了西班牙 他曾经跟我说过啊 我曾经跟他聊过这个事情 因为也有些经济公司和这个影视的来找我 说你为什么不让杰远 推荐杰远去演一些功夫片啊 一些片子 我又问过他 他说我还是最喜欢足球 所以这一种热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我昨天跟他见面的时候 我开玩笑 我说Jerry 你这个足球 你现在19岁了 你是不是已经错过了足球的最佳阶段 他跟我说 老师我会继续努力的 我再试一试 说这个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你的一种信念 你的一种坚持 我想你肯定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前途 我希望你能到欧洲去踢足球 到时候经纪人来找我 对 那你现在后面有些什么打算呢 在足球这一条道路上 后面的一些打算呢 就是 暂时呢 就是现在在这个俱乐部 天天都是跟他们在一起训练 然后以后呢 也是会参加一些大型的比赛 然后也是 可能是过了一两天 也是去中国参加一个足球比赛 对 都是现在呢 对 我知道这个 这个是因为中国有些足球队向他招手 希望他能够去参加一些测试 那如果有些中国的朋友 你们看到了我的这个视频 也可以跟我联系 我也叫Jerry加张机票去你们城市进行一个这个测试 那你觉得你在坚持你这个足球的这个理想的当中 你遇到了什么 坎坷 你是妈妈肯定是一直在支持你的 这个我是知道的 妈妈是非常伟大的一个妈妈 那你在坚持这个道路上 你会有些什么考虑吗 就是 训练了那么多年了 就是踢了那么多年 是花得来吗 就是值得吗 因为到了以后呢 也是 你也是 数据也是很大了吗 因为很多这些专业的足球队都是 去去找这些小的吗 14岁到16岁了吗 然后像我这种年龄呢 已经是错过了 19了 已经错过了这些 但是呢 现在呢 就是把学习的就是停一下 然后能看 足球能让我去到哪一个方面吗 你不用担心 你还有这个功夫明星这一块的 这个前途可以挖掘出来 对吧 那你对你的这个理想还是很执着的 还是很执着的 对 那你是在哪里出生的 我是在温哥华出生的 但是为什么你的普通话说的还挺好的 对 从小呢 也是 我算是也是可可巴巴的说话吗 因为以前是住在一个两层楼的公寓吗 楼上五家人 楼下五家人 然后这十家人 就是九个就来自不同的国家 然后我妈就是就着急 就是到处行医吗 因为我那时候小时候也不会说话 我现在都是说中文的时候 有时候也是像现在也是会可可巴巴 对 然后呢 就是慢慢学嘛 就参加这些活动 参加这些表演 表演都是能帮助我的中文水平 也是参加那个 红罗梦的甲政 对 也是学了这些汉语评音 学了这些中国文化 中国历史吗 你觉得学中文有用 有意思吗 也是也是特别大的意思 对 回中国回国内的时候 都是要 都是要能用上 都能用上 能吃上好的食物 可能这是最重要的 对对对 我知道你参加过很多的这种电影 然后呢 有参加很多的主持 你最辉煌的 最牛叉的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的电影 先说你的电影 最牛跟谁合演过 我的 我也是五岁 也是开始学习电影 都是拍了这些 不同的短片 拍了Yang 跟那个Stanton在一起 也是跟那个Jimmy 跟他们拍了一个武打片 那个Yang 然后也拍了 Sumi Lens 也拍了Drifting 在我是得到了最佳男主角 是一个学校的一个短片 我和我的学生们在一起拍了 在北温拿到了一个Zoom Festival Zoom Festival一个奖 然后Yang也得到了最佳男主角 然后我最大的呢 也是跟好莱坞明星Bruce Willis 跟他一起搭戏 在Detective Night Redemption 对 最牛的是在好莱坞跟Bruce 演的一个好莱坞大片 去年是上映的吧 对吧 好像是前两年 前两年上映的一个 还有阿凡达呢 还有阿凡达 阿凡达 对 也把头发都是弄成关头了 你在阿凡达哪里没有演 我都不知道 对对对 我也是演 怪不得起母老师是妈妈 就是我了 对 但是你的错 你看 你看Bincent去演了第二十条 就马上告诉我 郭母 我演了第二十条 这个也怪我 对她的后面的关心不太够 可能是这样子 所以她在这个演艺事业 还是非常棒的 她的这个起点也很高的 但是在这样高的一个起点上 她宁愿停一停 去发展她的足球 可见她这种执着 对足球的这种执着 热爱决定了她的一个前途 然后在这个主持方面 因为她会中文说的还不错 还不错中文 她也跟大山 对我们上次那个 对大山 和大山一起也有一个主持 有一个表现 参加了很多 妈妈对她的影响很大 带着她到处奔波 参加很多比赛 所以呢 她的这个语言 表演 足球 还有功夫 对吧 功夫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在这方面 她发展的非常全面 那么在现在 今天来讲的话呢 她就主要来攻这个足球了 希望成为一个 成为一位足球的这个职业 职业足球选手 是吧 是的 对对对 哎你知道我最想 你跟大家分享什么 是吗 怎么样去听妈妈的话 怎么样去听妈妈的话 因为像你这样 我几乎没有看到 杰瑞的叛逆期 你几岁的时候跟着我呢 我可能是13岁吧 对 算算也有七八年八九年 对吧 十三岁 十九岁 十六年 不止 不止 差不多十年 对 我觉得她对妈妈特别孝顺 特别孝顺 你可以告诉一下大家 你为什么对妈妈这么孝顺 你要呼吁大家一下 这种叛逆心很强的 朋友们 同学们 向接着学习 可能 可能从小呢 都是 我妈妈就是 都是叫 叫我好好的 就是听人家说话 也是学 要怎么冷定 要有 patience 对 这两点都是 从小呢 都是我妈 告诉我 就是这两个 最大一点 要做好 对 然后人情也是 也是要 也是要做好 她这一点 你看 虽然她不是哈佛学生 她这一点和Julia的 其实有点相 相似的 Julia就说过 她说 父母永远想的是你 为你早想是最好的一方面 你首先要接纳 接纳一下来 然后再思考一下 所以你现在是准备 努力的来报恩母亲了 已经长大了 对 对吧 对 你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学中文 怎么样学 你在学中文的时候 遇到什么困难 怎么解决 学中文的必要性 对吧 可能学中文的 最大的困难呢 只是 写和读 可能是对我来说 是最大的一个困难 但是呢 就是学这些中国文化呢 中国这些历史呢 对我来说还是挺有意思的 哪一段中国历史对你印象最深 我可能觉得是 肯定是红的梦 还有 你从头到尾没有表扬我呀 对的也是 也是都是学其他的一些中文的方面嘛 这也是像这样 你从《红楼梦》里面 甲正里面学到什么呢 我来考考他现在 反考他 好像是甲正的 他走路的姿势 和他说话的一个 语气 语气 对对 OK 你们在拍这个 你那一段是很多人喜欢演的 特别是宝玉喜欢演的 嗯 因为是甲正教子嘛 嗯 那你 认为他教子的方式 对不对 我觉得呢是 打的哦 用棍子打的哦 也是 也是对的 也是对的 可能是 也是对的 北北教育可不能打人 不是 不是可以打人 但是我 你是被理解的 理解的 在原来的封建社会来讲的话 这种做法是被理解的 嗯 对吧 但是现在你肯定是 不会去接受吧 也不会去接受 但是他的一个教育的方法 就是把打的那部分就弄掉 那你现在 你现在如果说你希望你的父母对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 态度和方式 我 遇到了问题之后 嗯 啊 可能就是多听嘛 就是多理解 多听 你不听话的时候 那应该你觉得你跟父母有反抗的时候 你认为他们应该用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是被你们接受的来处理 我也不能说打 但是呢 可能是让他有一个一个space 让他有一个一个一个思想 空间来去去去想一去去思想嘛 反省 反省 自己来反省这个事情 然后再跟冷却 你刚才说的接受冷静 然后再去跟父母沟通 对 是吗 这个思考是比较好的 那我们今天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大家讲的 啊 也没有 也没有什么 你是什么时候去中国 我可能是明天吧 明天六号 嗯 早上 那我祝你能够睡你在中国 也能够有自己的发展的空间 希望能够更多的朋友和更多的同学们 再一次的认识到今天的Jerry 他的这种对自己理想的一种执着 信念和态度 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谢谢大家 欢迎大家来到滔滔聊天室 我们继续聊信念 聊态度 聊认知 着付着 范态度